其實新鮮鮑魚我們首先最難處理就是要去清潔 怎樣拿一個內臟出來和它的外殼比較髒 我們要去清潔 買回來好了 第一個步驟 通常你看到它的腸是會歸在一邊 歸在一邊 你看到是很不同的 這裡是 抹開是沒有的 通常都會黏在一邊 我們要在它大幅那邊落刀 我們首先用手指弓頂起它 這個就是它的內臟 我們落刀的時候先把它割在這裡 你看到它這個 這一條就是內臟 這個就是內臟 我們要拿出這一份內臟出來 我們割完這一刀之後 我們就在這裡落刀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拿出來 你看到它慢慢地 移動了這個內臟出來 你這些穴呢 你又要找一個刀 你看到的 你一刀 它一刀掉了這些穴 就黏在這裡 很明顯你看到它 白了 沒有了這些 那些裙邊 就要拆掉它 很多人都會叫街市的檔主 幫忙去開或清潔 有一個不好處的 因為我們通常都是淋蒸之前去處理 因為如果你一早殺死了它 下午湯了 它的肉質和彈性是沒有那麼好 所以我就建議自己去清潔會好一點 所以我建議自己去清潔會好一點 所以我建議自己去清潔會好一點 好